Lun Sang 杨栏, 与您的鼓励 Lun Sang 杨栏, 与您的鼓励 今天就跟大家讲一件 这个叫做 每一年就双十亿的千亿的神话 关你设置 每一个人很信任 你只是公信 这个economy的一分子而已 多大的业绩 多大的成绩都好 只有一个守护 我们在想一个办法 有没有可能 因为有了这个blockchain的技术 让每一个人 我去shopping 我是不是也contribute to the economy 我来卖东西 我是不是也contributor的economy 为什么我们这些contributor的economy 我们没有办法分享到这个好处 这是很关键的 如果今天我去shopping 我都能够分到阿里巴巴的股票 爽不爽 我爽哦 还不快点去shopping 对吗 如果我是卖东西的 我都能够分到阿里巴巴的股票 够力了 我就卖到股票 同意吗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件事情 这个project 这个protocol 协议叫做Newton 它做一件什么事情呢 它不是公司来的 Newton不是公司来的 它是一个协议 这个协议上面有很多 Application 就是你要卖产品的 你可以直接上Newton 上一家公司 那你就直接download了过后 你就等于 你有这个Application 就可以开一个店面了 你要买东西的 你直接下载这个钱包 你就可以去shopping了 但是不是平台 这个是你自己 那你要买东西的话 这个AI 这个search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这个公司呢 它就会帮你找产品 找到产品了过后 买家直接跟卖家买 那么会有什么impact呢 我简单这么讲 今天 假设这是100块钱 也不管什么100块 假设100块 你知不知道 如果你买的话 你是付100块 同意吗 那个卖的人收到多少钱 你猜 他可能收到75 或者收到80块 为什么呢 因为中间的20块 25块 偷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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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听好了呀 这个东西你不用100块来买 你95块 或者90块 你就买到了 那这个卖的人呢 他不只收75 80块 你可以收到85块 到90块了 是不是你买的更便宜 你赚的还更多 为什么 因为你是点对点 protocol 你唯一要做的一件事情 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你拿了5块钱 我举个例子而已 你拿了5块钱 这个中间有5块钱 如果你收90 你买95 你收90块 又或者你买90 你收85块 这个中间有5块钱 你就拿这个5块钱 到市场上去买new 就买这个币 new是一个 你可以把它当加密货币 或者是资产 就是一种币 加密币 你就去买这个new的这个币 把它锁在你跟他之间 交易的这个smart contract 我们叫智能合约 你听懂了吗 那么这个 这个5块钱值得的new 你不管new多少钱 你不要管new是上市下 你一样都是用5块钱来买 听懂我意思了吗 所以你不管new是多么价钱 不管你的事 总之你就拿5块钱 你去买了new 你把它锁在smart contract 那你就可以买东西给他 他就可以给你买了 明白意思了吗 这个smart contract 会确保你们的权益 一成交了过后 这个5块钱的new 就会发给我刚刚讲的 贡献给这个economy的人 买家 卖家 做仲裁的 contribute miner 做账的人 听懂了吗 那听好了呀 只有卖家 你是卖东西的 你需要到市场上 如果你要卖东西 你需要到市场上去买new 来绑在这个智能合约 但是买家 平常老百姓 你是不需要知道 什么是blockchain 什么是new 什么protocol 你是不需要知道的 听懂吗 因为你在newton上面去shopping 买东西的话 你一样用马币的 你一样用人民币的 你一样用美元的 听懂了吗 你不是去用莫名其妙什么去做买卖 能理解吗 你一样用人民币 你要用美元去买卖 听懂了吗 但是 在牛顿买不一样什么东西 你可以买到更便宜的东西 然后你会得到一个 莫名其妙的东西 叫做new 然后在一开始的阶段 也很有可能 这个new的价值 会令到你买东西 甚至还有免费 甚至还有免费 在早期的时候 那我来做的事 我来做的事 我觉得你做的事